零四零三 花蓮強震過後 余震不斷 昨天晚間六點零一分 花蓮外海再度發生了一起 瑞士規模五點四的有感地震 切相署表示 雖然余震的發生頻率已經趨緩 但還是不排除會有規模 五以上的余震 花蓮強震過後 大小余震不斷 根據地震測爆中心的統計 從三號上午的七點五十八分 發生七點二強震後 到八號走上六點 已經有七百三十四起余震 其中顯著有感地震有一百五十七起 小區域地震也有五百七十七個 觀察余震總數 有呈現逐日減少的趨勢 但氣象署人不排除 會有機會發生規模五以上余震 目前它的地震序列 目前看來已經有趨緩的趨勢 單看七號清晨五點十五分 花蓮淨海再度地牛翻身 發生規模五點一地震 晚間六點零一分 規模更是來到五點四 地震深度十六點九公里 就連北部東北部地區也感受到明顯搖晃 讓不少民眾擔心余震到底還要震多少次 我們九月一完了以後 那個單單規模六點八的余震就有三起 然後那個小的余震是幾乎每分鐘都有 它的余震是持續一百天 那在這一百天內有十二起的規模 六以上的地震 可是到第二年就很少了 從氣象粉磚臺灣颱風論壇天氣特級 所統計的資料 三號的主震過後 余震主要分布在米輪斷層和蘇花海岸 截至目前已經累積二十七起規模 五以上地震 氣象署也提醒這幾天天氣狀況 比較會下雨 民眾如果要前往深區 要特別注意土石鬆軟和落石等情形 記者薛一家朱鋒之中建剛 綜合報導 有道 OG 以外 詞曲